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8日10点54分联合报记者白希坑即时报道公车司机阿希与国二女学生小秋交往,去年骑机车载他到摩铁黑休后,载他回家时被其家人发现,新询问后报警,台中地院查出他以30万元与被害人家属和解,同意给他缓刑,遂依妨害性自主罪将他判刑5月,缓刑3年, 并罚他80小时的义务劳务 判决书指出,阿希化名于106年间,因担任公车司机而结识小秋化 0,当时他就读国中二年级,两人并于107年期,8月间,数度相约出游 去年9月29日晚间,阿希腰小秋外出,并于同日深夜骑机车搭载 他,至台中爱立根汽车旅馆,正得他同意,两人在房间内发生性关系 事后,他骑机车载他返家,被他的家人发现报警查获 法官沈卓,阿希正直壮年且已婚,虽知希被少女年龄处于人格发展中重要阶段 对于男女两性关系,又处于懵懂之状态,性未能克制自身情欲,与他发生性关系 不过,考量他犯后犯后坦诚犯刑,意见悔意,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,赔偿 30万元与被害人,须及弥补被害人所受损害,因此从轻判刑,并给予缓刑 公车司机阿希与国二女学生小秋交往,去年骑机车载他到摩铁黑修后,载他回家时被其家人发 现,新询问后报警,台中医防害性自主罪将他判刑5月,缓刑3年,并罚他80小时的义务劳 图,本报资料照分享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你私奇,因为今天是卢奇基迪阿,分享分享留言烈意